今天我们来到方川 这家是方川竹粉面 排行帝 所以没办法,一定要我来出马 这家腸粉店很特别 油很香,为什么这么香? 试一试 这是张景天的方法 这张照片还怪 腸粉是比较滑的 腸粉之外,油是很重要的原因 油是什么油? 我认为猪油 无酒不宽 我们这里开了多久? 很久了 计算是第一个老板 30年了 腸粉也可以 要鸳鸯和猪汁 炒牛河 鸡鸯 把牛肉拿进口 不用够 Nietzsche 用棉子来刮进口 是 是 这么说够吗? 是牛骨 鸡肉一定是油 牛肉也是滑的 油会更加重 如果你决定太多 好味,追求这个质感 为要放油 是必须的 叔叔说猪手很棒 我们试一下猪手 南鱼 也算入味 而且没有腥味 没有酥味 我欣赏它是什么呢? 它是淋葱 我猜不到它比较粗确的店 上面还做这些 所谓的门面功夫 是好事来的 又再上碟腸了 猪手炆了多久? 后面的叔叔说你今天炆了 炆了少了 今天不记得关火 叔叔,老板娘说 今天不记得关火 所以炆了少了 再吃浓 再试一下这些 我们就试一下 我们就试一下 每天都试试 这个好吃 很美味 很多顾客说这碟肠粉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包括肠粉是很滑的 我们试一下 滑和油香 的确是米香 还在说这边吃的东西 是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的 是滑的 很香的 它的油脂 我妈妈慢慢说 做出来的差不多是烧腩的味道 吃出来就滑的味道 是 好像你这个人那么滑 我又滑 吃得比银记的有点 你又在这里了 一间位于方村的老店 虽然是环祖老板 但它的味道始终保持唯一 亦都是因为某些明星的光环 所以吸引附近的人来吃东西 对于我们的节目组来说 这次的经历 令我最惊艳的是腸粉 第一个滑 第二个的油 和外面的油 是不一样的 估计它是怎么形成的 再加上 刚才那四大金刚 阿叔 真的很开心 听到广州的叔叔 哥哥姐姐 这么开心 在这里 去形容 去分享 觉得这一餐是值得的 当然也希望 其他平台的小科本 可以关注我们品食景的明显公众号 去到下方菜单 告诉我们 这间是否方村的竹粉面饭 排行第一 或者更好吃的 我们一起去吃 我是佳星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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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